字幕提供 記不記得你五歲的時候 最喜歡做什麼? 看卡通片?玩娃娃? 我記得五歲的時候 我學會踢單車 整隻腳都掉到損害了 不過沒辦法,喜歡嘛 如果有一個人 他五歲已經去街市買菜了 五歲已經學看烹飪 五歲還會跟爸爸和叔叔 兩位酒店的總廚偷師 我說他是天才小傳的 其實相信沒甚麼人反對 這位天才小廚師 今天已經是這間Fusion菜的行政總廚 Felix曾經在香港、澳門 甚至是澳洲多間米芝蓮餐廳學廚 而在每一個星級名廚身上 他很幸運地學到不一樣的廚藝秘技 所以年紀輕輕的他很自信地說 做了一個很有創意的副設計給我 從頭盤、湯、主菜到甜品 完全沒有難度 只是頭盤這麼豐富,介紹一下吧 好,這是泡菜花夾的麵 這是筷頭、鴨舌、蘑菇、蘑菇、蔬菜蝦卷 我不客氣,我先嘗嘗 其實Felix 很多我的經驗都在米芝蓮餐廳裏 只剩下你 我香港做米芝蓮餐廳時 有一個米芝蓮三星廚叫Chef 10% 我去到澳門時有一個Chef and Keith 但他們都是師兄弟 他們師傅,即我師傅叫Joe Robichon 全世界最多米芝蓮星廚師 他教我的東西 其實主要是用最簡單的材料 做出最華麗的法國餐 為甚麼薯仔有薯仔味 雞有雞味、魚有魚味 說來笑而已 對,但其實是真的 這塊牛肉,我們用了和牛的脂肪 煎一塊牛肉 味道其實很濃郁 譬如說我吃羊,我要很酥才開心 它的牛味 是從到有些人會覺得它是酥的 這就是你所說的原味 對,我要突出了牛的風味 所以我在下面就包了一些和港草 和石 和一些香薰食用的噴霧 令到有些大賤的氣氛 自身像大草原一樣 即是他們住的地方 對,讓人有一點異景和幻想 你曾經在澳洲 接觸過一個和水有關的系統 有時候有點傻 我家裡的水游水,我會滴一下 看看它有多少脂肪 蒸餾水也滴一下 喝下去,我能分辨自來水 或者是蒸餾水 你能分辨嗎 分辨?你也能分辨? 好,我會喝 吃東西 你有多少水? 我五、六種 好 礦泉水? 這是礦泉水最適合人體直接吸收 是頸泊喝水? 是頸泊最適合的 這是雪山水,山水豆腐 最適合做什麼? 什麼好嗎 當然是溫泉蛋 這個硬水, 最硬的, 250度 這個水本身是由海水化淡 專用來做洗菜、除污漬, 最好 說這麼多水的食材 然後煮這個菜是否跟水有關 是清湯 清湯? 對 那用什麼水來煮? 清湯 這個湯叫什麼名字? 這個湯叫金韜肉露 有下肉、下高麵士、日本的芝蘇葉 日本的海膽, 還有鹹蛋黃 混合了就變成這個味道 是不是很名貴? 把一點的蝦肉搓成蟹湯圓 餡料冷30分鐘, 變成這樣硬的 好,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墨魚汁和水 難怪它是黑胡臘核的 把它變成一個皮 最重要是熱水會比較暗 好 千萬不要放涼水 這個湯的竅門在哪裡? 哪個東西最難溶掉? 我想其實水溫過熱就熟了 過冷卻不能夠 好, 這是靠經驗 對 搓得不夠就不夠硬 對, 先搓成一個圓形 跟這個差不多大小 把這個洞子放進去 包住 這個會煮一煮兩至三分鐘 十五時, 真 leave it at all 你 bisc甚麼? 如果真的開小egen, 你幹嘛吃? 有點冷 Gon 我需要少許加糖, 你才能吃 這個金湯汁用蟹湯 有集菜、茄膏、魚骨 我會炒雞湯 醬頭出來是這樣的嗎 不是, 醬頭本來是很熟的 但我用了一些髮式的烹調方法 加入雞面紙、蛋白 調清它 就可以完成這個清湯 很清淡, 很甜 我想鹽也很少需要加 基本上沒有太多 變成這麼深色? 因為它的麥汁受熱後 會變成另一種顏色 外面那一層 已經有麥汁, 有皮 裡面有這麼多材料 所以很豐富 不僅, 下面還有材料 還有海膽和麥汁 它們的味道很配合 我的概念源自上海鹹湯圓 有一次在街上吃飯 喝了鹹湯圓湯 這也挺好吃 於是我想一個 蟹的清湯 高層一點 這個是清, 這個是豐富 如果兩個, 這個比較混濁 比較清淡, 就很便宜 而且很難看到, 不夠清晰 一個淺, 一個深色會比較好 一個好的大廚 除了煮得好之外 它的味覺一定要非常敏銳 Felix竟然可以對我認為 全世界最難分辨味道的食材之一 水也這麼嚴重 很難得 Felix做的醬菜 不僅得承傳了星級大廚的功力 他還擅長用分子料理的形態變化 令菜式的創造更豐富 像現在炮製這個盆龍黃金甲 就是加入了分子料理的元素 我的最愛 讓我炸龍蝦殼 為什麼要炸殼? 香一點 香蝦吃得多,龍蝦較少人伴侶 很少,這個比較特別 然後炸漿,想讓它鬆化一點 打一口氣 是,質感會比較鬆 對 你看,我們現在打了泡沫 多了很多氣泡 對,很多氣泡 有些炸漿可以令它更加有質感 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看來想怎樣 這個用分子技術做的麻油 這個就是蒸水 對 蟹籽,先豐富口感 這個顏色跟這個很相配 好,完成 剛才我看你炸黃金甲的時候 我竟然期待想吃麻粉多於龍蝦 看到有一個灰色的粉在泡沫上面 那個思維很奇怪 所以這些就是分子療理 其實我將麻油變成一個粉狀 其實它的性質也變化了 就這樣用麻油的話 其實你看不到有那個效果 但其實真真正正的分子療理 是源自什麼國家的? 其實在很久之前 Ferra Angela在西班牙 創造了一間叫Elburi的餐廳 他本身是崇尚分子技術的師傅 是祖師 他將這件事發燃光大 現在這間餐廳已經關閉了 但是他去了哈佛大學 他又沒有教食物科學 因為很多新的分子療理都很少了 因為… 留給你們這些新一代自己去研發 是 我對美食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食材要很新鮮, 份量要很大 對於一個廚師來說, 你呢? 我本身也有一種哲理 我將哲理很簡化地說 一個六角哲學 視角, 看一看顏色不同 五角就五角 對, 有顏色, 味角 可能味覺的變化有甜酸苦辣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臭角, 你聞到它 可能你剛才有麻油味 是的 就是這個, 聽覺, 聽覺是甚麼 你咬下去 剛才聽覺是吹的聲音 吹的聲音 有不同的層次 給予你那個磁結 對 還有一個幻想 譬如我現在擺設 挺特別的 可陽性的擺設 其實還有一種心覺的例子 你老婆在你結婚周年 煮蛋糕給你吃 雖然你不會覺得她是很專業的 但是你也很窩心 我希望將這種感覺 用我的食物傳遞 Felix這套美食哲學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要實踐的話 就是說要多用你的眼、耳和鼻 去享受和感受美食 我想我想要多點時間去實習一下 Felix能計有今天的成就 除了努力之外 有一個人說要特別感激 我也感謝阿嬸在以前照顧我 有些問題的時候也幫我解決 有甚麼問題 我希望你會選擇本地食材 我會選擇本地食材 我會選擇本地食材 Felix很喜歡選擇本地食材 因為他的偶像 一位丹麥名廚 Renee Rezipia曾經說過 無論你去到什麼地方 如果你選擇本地食材 除了可以吃到這個食材的原味之外 還可以吃到這個食材 在世界不同產地給予你的味道 Felix還在Renee身上學到一件事 就是叫科學化美食結合論 科學化美食結合論 就是將一種食材混合一種醬料 或者飲品 它就會變成另一種味道 原理是每一種食材 它本身是有五種味道的 包括苦味、鮮味、鹹味、結味 和濃淡度 只要你懂得利用食材的強弱味 就可以做得到 其實這個理論 我說完後自己也不太明白 不如找一些實際材料試試,好嗎 好 做些辣一點 豆瓣醬 沙律醬 更像明太子,有點辣 好,烤多吧… 酸梅 牛奶 芝士 你真的想像到嗎? 不相信,我現在馬上試給你看 好 最簡單的一個我做 這個其實是古老的 加上氣,加薑茶 就好像變成蘑菇蘑菇 對 這隻口味比外面的口味更好 好了,做些真的要認真一點 豆瓣醬加沙律醬 你其實怎麼想到它是明太子 有時候做這些菜式 有時候要想到一些新的味道 去符合客人 明太子有一點辣味,有一點鹹味 把鹹味拿出來 有一點奶味,有一點曼德斯的味 把鹹味拿出來,混合起來 就有一些近似的感覺 你覺得有多少成次? 七成 我覺得有八成次 因為你的視覺,眼睛看起來 會影響到你的態度分析 如果你閉上眼睛去嘗嘗 就更加會像 現在有九成次 這是酸梅嗎? 把鹹味拿出來已經變成漿了 對 你猜這個混牛奶會像什麼芝士? 因為芝士有很多萬種 我自己覺得比較像一枝硬性濃味的芝士 即是蝦芝士 顏色就不太像 不是我喜歡吃的芝士 但是像麵包那種 一個食物的元素 不是只有兩種味道 是 我們有幾種味道加起來 但是我們拿回它的味道的強弱出來 將濃厚度,甚至咸味突出了 然後混合起來就這樣就最好了 這個科學化美食結合論 聽起來真的很神奇 更加神奇的就是 Felix竟然可以將食材和醬料 在腦袋裡幻想混合了之後 然後在這裡已經可以品嘗到味道 就像我和我的車的關係一樣 在我還沒放一個改裝在我的車前 我已經知道 我將來可以得到多少匹馬力 那層次很高 很不舒服 Hey hey father I wanna marry you Hey hey father Felix在未正式學廠之前 他最大的煮食靈感傳源 就是來自書本 到今天為止 他藏書量接近六百本 有四百本是自己買的 他說花錢大大廓廓 可以給到一層樓的首期 這本是我爸爸上當年手抄本的筆記 他身為那時的年代廚師 和小富士出身 他不會買那麼多煮食的書 和標誌等 這本本來是很舊的 我影印了他 因為我怕會弄壞 他有歷史價值 好笑 我看到他的名字是拼音 好像羅仙義的鵪鑾 我完全不知道是甚麼 我回想看中文 原來是胡斯汀 我覺得這也很有歷史價值 現在我還是留在紀念 而且會有空出來揭曉 這套書是我去外國之前買的 三年前左右 當時香港我想十套都不夠 因為我要訂回來 是他還沒印的時候 我已經要付錢訂 他為甚麼這麼特別 其實他可以擁有全世界 頭十的餐廳 他裡面的很多資料 包括他的餐廳 他的原理 甚至他很多食物科學 都有否釋 對我來說比較實用 這套書我差不多用了 接近一萬元的錢去賣 實在有太多東西可以用得到 這個價錢是值得的 一些或許是長時間 包括一個材料 包裝製作單位 想買的 在餐廳 老爸和我收手 只是的那種 和老爸的供應 都是香港著名五星級酒店 的總blick 是自小人 在嬸嬸家裡生活的 他最記得是五歲第一次 下街賣魚 幫忙一起做鯉魚球 今天他特別做了一個 成人版的鯉魚球 說效勁嬸嬸的說 Felix今天準備了一個 叫做魚耳吉祥效勁嬸嬸 快點夾夠效勁一下吧 這個其實是一個打針流心靈如球 其實它本身裡面也有啫喱 是雞湯啫喱 那這個是什麼樣子? 這是金吉辣椒汁 這個可以拔出來, 蘸進去吃也行 這麼可愛? 對 這樣拔出來, 滴滴滴滴滴 對 你還沒吃過東西, 你知道嗎? 是嗎? 你是沒吃過東西的 因為做廚師的, 大家都不吃東西 我不斷試味 如果吃得太多… 第一口吃而已 你太多吃了 對 很甜的聲音, 聽不懂 對, 很脆 它裡面的味道有很多 我要吃鱗魚頭的 外面的脆脆脆脆脆 好嗎? 很脆 很大顆鱗魚頭 很難吃 沒吃過這麼大顆鱗魚頭 這個小子, 你從小看到大 幾歲就說要做廚師吧? 幾歲就是因為餵食 所以他很想做這件事 覺得做了之後 可以自己喜歡怎樣吃就怎樣吃 我經常偷吃 喜歡, 即是他一煮出來 我就拿了幾塊鱗魚頭吃 還沒開飯就偷了 對, 當時幾歲就偷了 我經常被罵他 我想他幾歲都是… 他一出生, 我在醫院的舖就回家 所以就跟著你多一點 對, 因為他媽媽不方便照顧他 可能他爸爸也是做這行業 他叔叔也是做這行業 是 所以他特別是對他有一點影響 他很認真地吃什麼都去研究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我小時候吃東西都很認真 是否反而是叔叔帶你入行? 對, 中五, 剛才學校畢業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學校畢業 叔叔說你喜歡過來幫忙 我就乘機去幫忙工作 那時候已經很有興趣 有興趣, 因為法國餐 一定是吃的, 對吧 原來真正的廚房 法國餐廚房是這樣的 是 這件事比較深刻 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他的宅 他們很害怕我 是 他什麼都不讓我做 他怕我受傷 是 後來真的去了一些比較別的餐廳 所以最重要是帶了你入行 對, 帶了入行 今天有這樣的成就, 開心嗎? 開心嗎? 開心 對, 一定開心, 有多開心 而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 剛好就是… 三十一而已, 對吧 你不要公開我 三十一出頭 三十出頭, 你做一個行政總廚 很少的 那倒是, 比他叔叔做 青出於藍 是 因為他也算是年輕做祖廚 但他更快 更年輕 可能他特別勤奕 我也感謝阿嬸在以前照顧我 有些問題也幫我解決 有什麼問題? 可能利用錢的問題 在錢的問題 多數都是這些 利用錢的問題 還有呢… 大風大風大風大, 是嗎? 你過來有風大風大嗎? 現在會, 當然會 挺乖, 多謝 一個人能否成功呢? 看很多東西 除了是天賦、努力、機遇之外 我覺得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親人的支持 就像Felix的嬸嬸 我覺得他完全是Felix 所以能夠成為總廚 一個很大的心靈傳源 今天我為大家做大蝦龍蝦汁麥圓麵 材料有芽菜、青紅和菠椒和脆肉瓜 洋蔥碎、少許芽菜苗 虎蝦一隻、忌廉、龍蝦汁 兩粒蒜頭, 最重要的麥圓麵 我們已經把水放進去 現在放龍蝦汁, 混濁了 好, 放入麥圓麵, 灑5分鐘 先放開 不要拿出粉, 讓它的味道吸收 蝦, 加少許鹽、咖喱粉 紅椒粉, 加熱, 加少許油 蒜頭有少許金黃色 接著要用人蔥碎、芽菜 蝦差不多了, 放一半 再加紅青椒、波椒、脆肉瓜 這樣放進去, 放少許鹽、燒紅椒粉 差不多了, 先拿蝦 放少許紅椒粉 加上忌廉 可以放芝士, 弄溶 最後放少許牛油 配上麥魚麵 麥魚麵 有些龍蝦的味道 把蝦放進去 在這裡 放一隻蝦上去 少許龍蝦汁 少許粉 腰果碎 少許牙菜做裝飾 今天就要用來炒麵